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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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一講背景 怎樣我會認識到Ada Ho 和她的所有L plus H的活動 我覺得很有意思 香港是我的家 每次我旅行回來 我都很開心 我們這個城市是全世界一個最好的城市 但很可惜現在有些少數人 人士就在搞政治搞得太離譜 所以就其實好不好的無故 給你們這些年輕人 我1938年我兩歲的時候 由古狼醉日本人打進來的時候 我來香港 我1938年來到香港到現在 我又做過立法局議員 又做過很多事情 又吃過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有一天我們每天 一球飯 有些豉油在那裡 就這麼多吃了 很多東西吃了 所以我是吃過苦的 很多朋友經常都爭論 我在望角出生 我說我在九龍城出生的 所以我覺得這十幾年 我退休 我不想說退休那兩個字 我想說自由 我拿到我自己自由了 我打工打了四十幾年功 可以自由些 我是老人家 我又可以說話又自由些 又不用巴結誰 在中國 又喜歡做我喜歡做的事 所以這十幾年就很開心 其實 但我又不會去退休的 因為如果你退休 回家坐著 整個世界縮了去那間房間 現在我們這個世界 是已經全世界掛勾了 所以這個是個個都要在全世界 看來做事 不是只是香港 或只是中國 或只是美國 各有各的長處 各有各的短處 大家要尊重大家 才可以對得住下一代 所以我怎樣會來到愛同望這個活動呢 就是我想我去中大 我就做了一個獎學金的 就是專門派十五至二十個學生 在狂的家庭 他們出不到去外國 去做exchange program 我就資助這十五至二十個人 每年選擇十五至二十個 第二年第三年的大學學生 可以出國去開眼界 那由那裏呢 我說我捐錢 OK 很多商界人就是捐錢 就以為自己已經做了事 我想花多些時間來 怎樣去幫助社會 所以我就跟一些教授 大學教授談談這個問題 他們就介紹我來看愛同望這個活動 那我就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不只是為著賺錢 其實就是為著 讓一些社會階層的人 有自尊心 多些自尊心 他們回到家 他們的親戚 發出去覺得 我也有工作 現在有得吃有得住 開心些 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影響力 會很大 還有這些機構 可以不只是做衣服 可以做碗碟 做很多樣東西 不是為著賺錢的目的 OK 一定要做得好 維持 或者賺少少 也有得繼續性 但就不是為著賺錢的 是為著 怎樣把社會 做得安定些 大家開心些 讓香港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城市 所以這個我就很想用我自己的網 我認識很多商界的朋友 我就會盡我的力量來幫這個活動 因為我覺得這個活動是很有意思 和可以放大的 一張椅子最少有三隻腳 才可以站穩的 是吧 我們金融中心有一隻腳 遊客 旅遊企業 但第三是甚麼呢 政府想來想去都想不到 但是我們應該這種的活動呢 是我們第三隻腳 如果可以做得成 我們將這個活動擴大些 政府是一定要幫我們的 OK 因為現在很多工業大廈都空的 是吧 政府都應該想些辦法 怎樣跟我們商界合作 那如果這些呢 我包你的那些 有些議員 有些少數的議員不會吵的 OK 如果我們 又說我們跟政府掛勾那些東西 其實商界 在香港是火車頭來的 OK 我們一定要大家合作 不是你對我我對你 最重要大家要合作 才可以益到社會各界的人士 所以我對這個行業 是有很大的信心 而且我想它的前途是很好的 我們可以在每個區都可以做些事 如果我們籌到款 就可以將它擴大這個活動 我叫這個是一個活動 OK 希望你們都可以支持我們 因為你們可以 和我們做多些 傳這個好消息出去 整個社會 想多些人幫助我們 我想問一下鄭先生 你支持這三個 舉客行旅遊 這世紀 你有甚麼實際的行動 實際的投資 可以用每個區都可以做 不是僅僅做三個 我們在這裏說而已 外面不知道 我會跟商界的朋友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我們贊助他們 將它每區有需要的 我們可以創立一個這樣的機構 那便可以用一個小石 在一個水塘上 把浪下去 我知你稍為第2日 跟你們有關心 我知道沒有關心 在技術上 你會不會 跟他們學會 就跟他們學習 不要這樣說 我補充一下 說一句,我們最近這個送店大人棟 因為我們同時要Fundraising 100元一件 我們自己負責部份的成本 我們也找人捐帽,找社工送去劏房裏面 或者公屋裏面聚受最需要的成人 長者或者青藤小孩子 我想很多人都不敢去犯鄭先生 但是我就告訴這個這麼好的種子成城的計劃 這個project就告訴鄭先生 我問鄭先生,我們想做幾千件衣服 你會不會捐些錢 他真的不厭其煩到自己贊助 自己公司贊助 他的partner贊助 還有他的tennis friends 有十幾個人都贊助 但是我就告訴他們 我們的admin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我們整個二十間草根NGO 這樣來派發去統籌 我說如果你的兩千元的贊助 什麼五千元贊助 會造死我們的 是的,我們不想有這麼大的admin成本 他自己搞定了他 總之他集合了他的朋友 一張支票 兩張支票來幫我們 所以我覺得鄭先生已經是很細微的地方 只是今天抽時間來 自己有travel這麼多 都去說他的理念 為什麼他這麼支持我們工業回來香港 是一個很小事 但是他又不厭其煩 找了這麼多的朋友 濕濕碎碎去籌錢 他又不會覺得是小事 這個基本上很多事情 鄭先生已經是在做的了 當然希望我們還在想 怎樣和鄭先生再有多一點的 密切一點的合作 可以做得再更好 因為他這個廠都開了三年 你除了金錢上面的支持 你有沒有其他實際上 你剛剛講過 你用你的人際網絡 譬如幫這個企業去拉一些客人 或者找一些原材料公司 或者怎樣的支援 他們需要什麼地方可以我們幫到呢 我們很願意 我和我的朋友隨時可以幫他 所以這就要看他有什麼需要 我們會和鄭先生會出聲 譬如鄭先生可不可以介紹某某人給我們 我都照追他幾個email 他真的很好 他在美國 他看到我的SMS 他都說我現在是美國 但是我記得你這件事 到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就會找誰 就會介紹給你了 所以我是很面皮厚的 其實 所以我們會一步一步去做 因為我和鄭先生認識了半年 OK 不要這麼快嚇到鄭先生 他自己有很多功勞在身 沒有自由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我們都逐步逐步接近break even 我們其實是很感恩 因為我們首先是水深火熱的時候 Lemon Brothers 倒了之後半年我們就開張 那時候我們都曾經掙扎過 好不好再遲多半年 看定些 就是我們背後的創辦人 自己公司都先看定些 但是每個人都說 我們自己公司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要09年中開張 因為那時候是最 那個勞動市場是最恐怖的 對 周圍那個經濟氣氛很差 我們所以有一句就是 情願這個時候 我們辛苦一點開始 是這個叫做雪中送壇 好過再定些 一年半載之後才開 你只不過是錦上天花 雖然我們只不過是幾十人 但是我們都看到 那個象徵性 那個含意是很大的 現在的產量會如何發生 因為我們做到這麼複雜的款 這件已經是很基本的 我剛才說Joanna穿著蓬本的衣服 要用多三倍的時間去製作 這麼複雜的衣服來計 一個月大約是六千件左右 如果你說簡單好像校服 一個月狠狠地過萬件 尤其是他們做過這麼複雜的事情 如果你給他們一些這麼簡單的 我想他們會開心死 快過國內的工友 可能十八二十二十二 他們會快過了 其實 好 方姨 還有你們做的東西 那些牌子 全世界的大牌子 不是說它有幾千個舖位 全世界 不是每個舖位都會有一樣的一件衣服 就是他們會選擇 譬如說他們會選擇二千件 他們會選擇在倫敦 在紐約 在香港 在東京 才有 其他地方是沒有的 因為他們做的衣服 是很高級的衣服 所以不是說